心理关系,人际关系,同事关系,这些普通人的经历,让我们看到了成年人无处安放又小心翼翼的社交状态。 为何别人的所作所为,最后受困扰的还是自己呢? 其实,外境也好,他人也罢,都是我们新的投射。 无论外境如何变化,人生的根本是如何与自己相处。 一个不会与自己相处的人,又如何与他人相处? 从现在开始,从自己出发,习得以下三种社交法则,你的人生会事半功倍。 一、向上社交,眼宽能容世间事。 人际关系心理学里提到,在社交中有一个怪现象,我们普遍认为,结交越牛的人,越权威的人就越受益, 却时常忽略结交的成本,以及真正厉害的人,反而就在我们身边。 向上社交并不是取经营功利关系,或是讨好,挤进本不适合你的圈层。 太多人像大热剧三十二亿里的顾家一样,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和老公的人脉网,拼命挤进豪门赴台圈。 不惜下血本买限量版爱马仕参加聚会,可不仅没被正眼看待,最后手里的钱也没了。 其实,向上社交的本质,是你能不能在交往中收获成长,而并不在于积累了多少人脉,认识了多少名人,加了多少微信资源群。 罗翔老师曾分享在学生时代,很多老师在交往中对他的帮助很大,其中特别是班主任历史老师对历史深入浅出的讲解,使得他如今都酷爱读历史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讲课时能引经句点,把法学课讲得内涵有趣。 有一次班里竞选班长,罗翔也想试试,可深知他秉性的历史老师,语重心长地跟他说,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领导。 这句话对罗翔触动很大,使他对各种领导岗位都保持紧紧的距离,也坚定了他做老师的决心。 大学的文学概论老师点燃了他对文学的热爱,讲民法的老师让他明白了信仰的伟大。 一路走来,罗翔感叹,使这些老师丰富了他的事业,开阔了他的格局,也让他成长为以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。 文语里说,三人行,必有我食烟。 身以为然,有人说过,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,是进步最快的途径。 因为向上社交,其实并没有那么贵,那些过来人的宝贵经验,需要的是发现的眼睛。 你父母身上对亲人的包容,老板身上对工作的坚证,邻居阿姨身上对晚年的乐观,都是值得学习的点。 一个人能不能变得格局通透,活得宽容,就是在与这最日常,最身边的人与世的相处中体现的。 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,去拥抱这些真实又具体的人,才更见一个人的眼界。 二,向下兼容,心宽能容天下人。 有一次,地铁上打架又上热搜,一男子因为旁边小孩踢到他,就立马扬言要教训熊孩子,随即和孩子的家长大打出手。 网友吐槽,在这个时代,每个人内心的七一触及爆发。 其实,一个人对弱者的态度,反映了他最真实的修养。 古代有一个稻米的故事,讲的是一个地方长力,对贩夫走卒都没有架子,路上碰到都会打招呼,以礼相待。 有一天晚上,他正对月饮酒,却撞见一个小偷跑到他家来偷米,便立马抓住了小偷。 正想叫人,借着月光,他看到小偷衣衫蓝缕面黄鸡兽,便立马清除了其中的缘由。 长力没声张也没打骂,而是把米缸剩下的米都送给了小偷。 长力维护了他的体面,小偷甚是感动,从此该小偷洗心革面不再偷窃,一时传为美谈。 一个人真正的涵养,就是向下兼容,是平等尊重的对待每一个人。 因为真正的活的体面,是给别人留声路,也是给自己留后路。 杨将先生在我们撒里曾提到,女儿前院因病在医院居住休养时,女儿前夫的婆家也有想来看望的意思。 可由于种种原因,特别是前女婿的意外离世,前婆家其实是对前院有怨对的。 杨将得知这些后,给前女婿的婆家写了一封诚恳义气的偿信。 以一个母亲和丈母的热泪,系数对女婿突发意外的不舍和痛惜。 前女婿婆家看完信也是落泪不住,两家终于解开心结。 越优秀的人,越懂得向下兼容。 这种兼容是满含共情的谅解,亦是以我欣慰你心的善意包容。 学会向下兼容,温暖了别人,也丰富了自己,成全了别人,也高贵了自己。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,无论是朋友,工作还是恋爱,如果你感到与对方特别契合,沟通愉悦。 百分之一的可能,你遇到了灵魂伴侣。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,你遇到了智商情商都在你之上的人,对方在向下兼容而已。 做个向下兼容的人,心宽似大海,也必然收获容纳百川的气度。 三,向内安放,人宽从容过一生,浅山鸟飞绝,万静人踪灭。 孤舟所里翁,独吊寒江雪。 年轻时独江雪,只知无人空旷的寂寞,中年后独方物其中的孤独。 写出江雪的柳宗元,正遭遇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光。 他被贬为永州司马,流放十年,在苦寒之地过着被监管的日子。 可面对山川雪景,钓鱼老翁,诗性的灵魂再次被唤醒。 不管是诗对妻子的悼念,还是官场的黑暗,都内化成了最终的瓶颈。 不在孤独里灭亡,便在孤独里心生。 叶家莹先生说,古诗词可以使人的心不死。 这种不死,是能和自己相处,安顿好内心,也能融洽他人从容地去生活。 所以之后柳宗元,钻研典籍,游览永州山水,结交当地世子才人, 还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散文明天永州八计,自洽是一个人最好的从容。 自洽也是一种游刃有余,是不困于孤独,也不困于出众。 曾经因为一个综艺屏上热搜的车保罗,就是这样的人。 他是香港电视台的黄金配角,更是见证了香港电影、电视发展的老演员。 都说演员是最孤独的职业,没上台前,永远是默默独自等待被挑选的那一个。 六十多年的人生,谁没想过一夜成名呢? 可他偏颇,拍戏只是他众多兼职之一,他还干过保安、水泥工、后勤, 后来他拍老人鱼狗或影帝提名,他照常在菜场做监督。 这次参加综艺,他也是只录了三天,就回去继续做他的巡洁保安了。 有网友拍到他孤零零在大街上巡逻沟楼的样子,可他面对镜头却招招手,爽朗地笑了。 人这一生,能活成这样一种自洽的状态,又何尝不是最大的幸福呢? 诚如萧红所说,你说我的生命可惜,我自己却不在乎。 你看着很危险,我却自以为得意。 不得意又怎样? 能跳出凡尘束缚,又能安于其中自洽自在的生活,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。 庄子说,独有之人,是为至贵。 却是,一个内心能自我丰富和完善的人,也就是能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舒服的人。 这样的人才能行将至远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越是考验人的这种能力。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,一切充满未知,不要觉得已拥有的关系会一成不变。 只有内安己心,外安他人的人,才能妥善处理好自己和世界的关系。 愿你习得这种智慧,做一个有能量的人,能赋能自己和他人,能安顿内心。 未来的日子,向上社交体验界,向下兼容宽气度,向内安放练境界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